这位少年叫做龙谷元智是在不久之前刚刚转入这所不良高校灵兰的一名学生 他在转入灵兰后便以强硬的手段成为了自己班级的老大 而今天便是他打算收服另一个班级的重要日子 通过先前的情报他已然了解到稍后即将面对的西班老大木赖是位从不认输的存在 百兽之王秦泽多摩雄曾经多次将他击败 但是他却是越战越强从未认输 也是因为他的性格他麾下的新兴军团也都十分的信任他 所以面对这样的存在元智也只能换一种手段去征服 就在此时那位木赖也按照约定来到了此地 而木赖在看到元智后竟然一拳便轰了过去 可元智面对这一拳在弯腰闪过后竟然掏出了一张联谊会的邀请卡 之后在木赖不解的表情之中 元智一脸不情愿的交邀请卡扔在了木赖的手中 而当木赖看清卡片上的内容后竟然愤怒的一把将其扔在了地上 他没想到这位转校生竟然想以这种方式收服自己 而元智看着如此愤怒的木赖也反击到堂堂的西班老大 不会连一个联谊会都不敢参加吧 随后元智便掉头离开了这里 反观木赖在元智走后竟然弯腰将那张卡片剪了起来 显然这种联谊会对于木赖来说吸引还是很大的 而另一边的元智在完成任务后便去与片同权中泰二人会合 原来联谊会的主意便是片同权的提议 现在木赖已经接受了邀请 所以他们也该去寻找那些参加联谊会的小姐姐们 而这个任务爱面子的元智自然不会前往 于是这个重任便没在了片同权的身上 之后的片同权手拿着一枝鲜花便开始在大街上寻找联谊会的人选 不过在片同权的一圈努力下他也彻底失去了自信 但是不服输的他又怎么能轻易放弃 于是片同权转变战术再一次的开始了邀请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他也终于成功 但是元智望着那群带着孩子的妈妈们也不禁怀疑起这个计划是否真的可以成功 于是片同权也只好在此冲向人群开始新一番的邀约 在他努力下又先后成功邀约了两批人选 其中一批乃是年过花甲的老奶奶而另一批则是一群金刚芭比 不过显然这几位是无法帮助他们达到目的的 接连失败的片同权也决定不择手段 然而片同权属实有点太过高看自己 在被一名女学生教训一番后片同权也只能宣布自己已经无计可施 然而就当元智等人打算放弃联谊会的计策时 他们的救星却出现了 原来刚刚出手教训片同权的那名女生正是元智与时生的初中同学刘佳 也好